接下來要上的是電與生活 這裡面基本上沒有計算 只有個幾度電幾度電跟計算有一點點的關係 假如是一件想法觀念的一些介紹 第一個要介紹叫做直流電跟交流電 我們能夠提供電壓讓它產生電流的裝置 我們就叫做所謂的電源 有的這個電源有固定的正極跟負極 所以電流就有一個固定的流動方向 從正極流到負極 這種電就叫做直流電 直流電源 寫叫DC 像我們的電池就有一端是正有一端是負 它有固定的正負極 它所提供的電叫做直流電 DC直流電 那我們在家裡用的電呢 叫做交流電 交流電 那當然我們再說 那我剛剛在嘴巴上已經講過了 電流的流動方向從哪一級到哪一級 正到負還是負到正 正到負 挑逆的說這樣講還是不對 你要講清楚在哪一邊 因為電流一定要流成一個回路對不對 要回來對嗎 電池 所以電池的外面是從正流到負 裡面從負流到正 所以外電路導線上外電路從正極流到負極 圖照顯示的正極流到負極 那因為它有固定的正負極 所以它就有固定的流動方向 所以我們叫做直流電 流動方向保持不變 那剛剛講過了這是電池 那家裡用的電叫做所謂的交流電 交流電 那直流電有什麼好處跟壞處呢 直流電很多東西都要用直流電來做 比如說以後要叫做電解電路 這些東西 電動機類都需要直流電來做 好 直流電來做 直流電比較安全 讓你觸電的是電壓 電死你的是電流 直流電要把你電死掉 電受傷 電昏 它的電流要比較大 交流電的電流會比較響 所以直流電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但是直流電不容易 所以很困難改變電壓 所以沒有辦法做長期的 長距離的運送 這個我們後面會教到 考試也考過 考試也考過 我希望出去的時候是高電壓 慢慢慢慢降到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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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一個原因後面會告訴你 但是直流電很難增加改變電壓 所以不太適合做商業運用 沒有辦法來做這樣運算 用力傳輸 ok 好 剛剛講過我們插頭裡面出來的電 叫交流電 它呢就是會改變 他的電流的大小跟方向 你看這個圖上面顯示的 那個上面的 有的叫做大小改變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小 叫做大小改變 上面是一個方向 下面叫做方向改變 國中基本上不管大小改變 國中基本上不管大小改變 只跟你考慮什麼 方向改變 就是有正方向負方向 哪個方向而已 那這種電叫做交流電 然後呢這種發電機叫做交流發電機 我們未來要教交流發電機 最重要的叫交流電 這交流電源會改變大小跟方向 細節都不管 就只要知道方向會變就好 然後叫做AC AC EC叫做直流電 AC叫做交流電 AC叫做交流電 OK 好 就是台灣的交流電的規格 送到你加米的交流電 110伏或者是220伏 為什麼會這樣 以後告訴你 以後告訴你 然後它不是會變化嗎 對 那個坡對不對 會變化60、20 60、20 台灣的規格是這個規格 110伏特 60、20 也就是一秒鐘轉60圈 60分之一秒轉一圈 什麼叫轉一圈 以後交流發電機你就知道 你交流發電機你就知道 就是這樣子 OK 這是台灣的規格 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台灣的規格 因為交流電很容易改變電壓 但是我們後面就要教到底 我們在教全期快要結束 這要快要上完的時候 要教電子也都會教你說 它怎麼樣改變電壓 我會告訴你 所以因為可以改變電壓 所以就比較可以做長距離的運輸 因為可以 前面是高電壓 這慢慢變到 比較變低電壓 這也是後面要提到交的事情 也是考試考過的 OK 然後這叫變壓器 變壓器的原理 國中不交 一句話 電池感應 國中會交電池感應 但是沒有交變壓器的詳細的內容 所以告訴你原理 你們有一些參考書 甚至有一些補習班老師 會給你公式 什麼N1比N2的公式的 看過就算了 不用理他 國中不牽涉任何形式的計算 國中沒有任何形式的計算 就是告訴你說 我的原理叫做電池感應 然後改變了電壓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的參考書 或者你的補習班老師 有告訴你他的公式了 就聽過就把他丟掉 換掉 不用理他 國中沒有 好 電池感應 叫變壓器 它是改變電壓的 但是呢 你們常常買的東西 是附了一塊黑黑的一塊 在上面對不對 那一塊叫做整流變壓器 它有兩個功用 一個叫做整流 把交流電變成直流電 我剛剛不是講過嗎 很多東西都要用直流電嘛 對不對 所以要把交流電變成直流電 叫整流變壓 我這個機器只需要5伏特 那插頭裡面是110伏特 所以要把110變成5伏特變壓 所以這塊黑黑的頑葉叫做整流變壓器 把交流電變成直流電 同時把電壓改成我所需要的電壓 所以我所需要的電壓 整流變壓器 OK 應該看過很多就有幾塊黑黑的電管 等一下吧 你滿的電池都有這塊 好 剛才說有很多東西都要用直流電做 那你如果用交流電做會怎樣 如果是電解水 正常電解水 一缸只是氫 一缸只是氧 你會不會要背體積比2比1 會兩塊 體積不一樣 可是如果你用交流電一電 你會電出兩缸完全一樣 同時有氫氣跟氧氣 所以如果你用交流電做兩個 就完全一樣 時針 很怕後面就要交到 有一個電線通電 時針的話就會偏轉 那如果敢用交流電呢 他就會一下偏左 一下偏遠 抖得很快 所以你會有人會到這裡說不偏 不偏不是不偏 是抖得太快 看起來好像不偏的樣子 知道嗎 他抖得太快了 看起來好像沒有偏一樣 一下子看 看起來不偏一樣 他就會不停地抖動 不停地抖動 如果我們會後面要交 有個線圈 空電 裡面放一根鐵棒 那個鐵棒會變得有磁性 如果你用交流電 這個鐵棒沒有磁性 因為他一下N 一下S 一下N就算了 什麼都沒有了 就沒有了 所以就沒有磁性 燈泡就沒關係 燈泡是電流通過 然後呢 電阻轉換成電的轉成熱能跟光能 只要有電流通過就可以了 所以你用直流電 它會亮 交流電 它還是會亮 它還是會亮 沒有差別 燈泡就沒有差別 就是如果萬一你用交流電做實驗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有些是有人會問的 比如說那個有沒有磁性這個 是會有人會問的 OK 還有這裡有人問過 電解兩缸 那兩缸是什麼東西 兩缸完全一樣 氫氣跟氧氣 就是讓你了解一下交流電跟直流電 OK